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去男友家做客 他们一家却让我给他们做满汉全席 还不许我上桌吃饭 看到我上桌后 男友他妈当着重亲戚的面 直接给我一巴掌 不知李树的死丫头 谁让你上桌的 只有大老爷们才能上桌 我反手一巴掌打了回去 更是转身冲进厨房里 拎了两把菜刀出来 当场把饭桌劈成两半 吃个屁 不让我上桌吃饭 那你们也别吃了 不知李树的死丫头 谁让你上桌的 只有大老爷们才能上桌 我刚坐上饭桌 男友妈妈李凤兰就怒不可遏地揪着我的耳朵 开始骂我 一边骂一边把我往桌下赶 赶紧下来 和我一起去厨房站着吃 哪有女人上桌吃饭的道理 我拍掉了李凤兰的手 揉了揉背揪疼的耳朵 不乐意地反问 为什么不能上桌吃 谁规定的 一听我这么说 李凤兰更气了 一亮也是不自觉地拔高了起来 自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 女人就是晦气 只配待在厨房吃饭 只有大老爷们才配上桌 这是什么歪理 吃个饭还吃出优越感来了 我顿时火冒三丈 重重地把碗筷往桌上一放 冷亨开口 真搞笑 我做的饭 我还不配上桌吃 我受够了 从我一进家门 李凤兰就没给过我好脸色 今天男友林光耀 突然提出要带我回家见父母 他家在偏远小县城 我忍着晕车的难受 坐了四五个小时 才到他家 结果 我屁股都没坐热 他妈李凤兰 就直接把我这个客人拉起来 使唤我去给他们一大家子做饭 本想拒绝 但林光耀非让我给他个面子 我也就勉强答应了 结果李凤兰一上来 就让我做一顿满汉全席 光说不做在一旁疯狂指点 期间还因厨艺差 被李凤兰嘲讽 说我没点女人样 就这水平 根本不配进他们家的门 可他不知道 我从不下厨 因为有保姆 一日三餐 都是保姆做好送到眼前的 我是为了林光耀 才一忍再忍的 哪曾想 我做了这么多 却连个饭桌都不配上 哟喝 脾气还挺大 怎么 我作为长辈 还不能说你两句了 李凤兰的怒吼声 将我的思绪重新拉了回来 他还在疯狂输出 我告诉你 你做饭就是天经地义的 这世上哪个女人不做饭 而且给我们做饭 本来就是你这个未来媳妇的本分 我气笑了 这是什么奇葩发言 别人是裹小脚 李凤兰这是裹小脑啊 我不想再和李凤兰继续无意义地掰扯下去 我把目光看向一旁的林光耀 让她来评理 光耀 你来和你妈说 我相信林光耀是站在我这边的 我们相恋三年 这三年里林光耀一直对我很好 在我被同事诬陷抄袭她的方案的时候 所有人都远离我 对我冷眼相待 只有她愿意亲近我相信我 她甚至不惜得罪上司 冒着被开除的风险 也要给我讨一个公道 在一起后 林光耀对我也是照顾周到 不仅按时给我送饭 更是在我生病的时候尽心照顾 她甚至还徒步去三公里外的寺庙里 专门给我求了一个 开过光的金香玉的宝平安手链 她就像是黑暗里的一道光 总能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 并且温暖我的心 就在这时 林光耀朝我们的方向大步走来 我心头一喜 就在我以为她肯定会帮我说话的时候 林光耀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如坠冰窖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灵溪 我妈又没说错 你发脾气给谁看 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了 我没想到 李凤兰都这么欺负我了 林光耀却开口帮她妈 这还是我记忆中 那个阳光暖男灵光耀吗 明明之前她都是无条件偏宠我 相信我的 我有些心寒 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 语气不悦 所以你也认同你妈的做法 觉得我不配上桌吃饭 灵溪 多大点事啊 你至于这么斤斤计较 自古以来不都是这样的吗 女人站着吃 男人上桌吃 连我妈都没上桌 怎么就你非要搞特殊 再说了 这是我们这边的习俗 你就不能为了我尊重一下 林光耀说这话时 一脸的理直气壮 丝毫没意识到 问题出在哪里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林光耀这是仗着 我对她的宠爱 就自以为能拿捏我了 看来是我太宠她了 把她宠得都敢对我这么说话了 我瞬间火冒三丈 对着她就是一顿痛骂 林光耀 你还有没有良心 我怎么没有为你考虑 我为了你强忍晕车的难受来到这里 更是为了你甘愿被你妈使唤做饭 我明明是个客人 却干起了保姆的活 我要不是为了你我能忍到现在 结果你倒好啊 不仅不帮我 还帮着你妈打压我 我真是看错你了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下头男 不仅大男子主义 还妈宝 被我这么一说 林光耀的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 李凤兰也是气得眼歪嘴斜 脸上的肥肉更是疯狂颤抖 下一秒 李凤兰抬手直接甩了我一巴掌 啪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脸上就已经浮现出了五个鲜红的手指印 火辣辣的疼 谁让你骂我儿子的 你这个死丫头 还没进门就敢这么放肆 不但不把长辈放眼里 还辱骂上了未来丈夫 一看你父母就没有好好管教过你 那正好 我今天就好好地给你立立规矩 我愣在了原地 好一会儿才意识到了什么 也不知道是脸疼还是心疼 眼泪就这么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我爸妈都没舍得打我 他凭什么打我 这都没进门呢 李凤兰就敢这么欺负我 这要是真进门了不得被生吞活泼 从小到大 我就没受过委屈 这一次我又凭什么要受 再说 本来就是李凤兰无礼在先 他不认错 反而蹬鼻子上脸 这能忍 我反手就是一巴掌打了回去 而且打得比李凤兰更痛更狠 清脆的把掌声 让吵闹的饭桌瞬间安静 林光耀的亲戚们纷纷朝这边 投来了疑惑的目光 在一众亲戚目光的审视下 李凤兰自觉丢脸 瞬间仗红了老脸 她捂着被打肿的脸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你打我 你居然敢打我 真是反了天了 而啊 你看看你带回来的好对象 这都没嫁进来呢 就敢这么对我 这要是嫁进来还得了 我见状毫不客气地对道 你打我 我为什么不能打你 这叫礼尚往来 还有 你也知道我还没嫁进你家 那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你又凭什么扇我巴掌 被我这么一对 李凤兰嘴角疯狂抽动 下一秒 她又哭又闹 整个人坐在地上 开始撒泼打滚 哪有媳妇打婆婆的道理 大家都来看看 这个恶毒媳妇 还有没有王法了 李凤兰这么一闹 林光耀的脸色 黑成了锅底灰 她不满地看向我 够了 灵溪 别再闹了 你是来做客的 怎么可以这么没规矩 行了 你赶紧过来 给我妈道个歉 这事就这么算了 而在一旁 一众亲戚看到这场景 也是议论纷纷了起来 对着我各种指点 则 这小姑娘真不懂事 一点都不知道 尊老爱幼 可不吗 要是我媳妇这样对我妈 我高低地揍她一顿 真是给脸了 要我说 凤兰和光耀 还是太好说话了 这死丫头 就是欠收拾 这些不堪入耳的言论 让我顿时怒从心头起 我欺诈了 这群人吃着我做的饭 还反过来骂我 真是见了鬼了 而且明明是我来做客 结果我不仅受苦受累 还吃力不讨好 反而受了一肚子的鸟气 之前 看在灵光耀的面上 我一忍再忍 现在再忍下去 我就是孙子 我攥紧了拳头 转身跑进厨房 拎了两把菜刀 然后抡着菜刀冲出来 二话不说 就朝饭桌上劈去 快很准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直接把饭桌劈成了两半 吃个屁 骂我是吧 不让我上桌吃饭是吧 那你们也别吃了 一众亲戚都看傻眼了 等到滚烫的菜汤热饭 泼了他们一身 他们才反应过来 纷纷捂着烫伤的部位 抱头鼠窜 失声尖叫 现场好不混乱 许多本来没有被烫到的人 被他们这么一撞 摔倒在地 身上瞬间沾上了地上的菜汤剩饭 很是脏污不堪 有几个有洁癖的亲戚 当场呕了起来 好半天 混乱才被制止 愤怒的亲戚们纷纷围着李凤兰一家 找他们要说法 李凤兰 我的脸都被烫毁容了 我不管 你得赔我医药费 李凤兰 你看看 我的衣服 都是菜汤的污渍 这可是大牌 一件好几万 这钱你得出 亲戚们的唾沫星子 差点没把李凤兰一家淹死 他们再三道歉 并保证肯定会赔偿后 这些闹事的亲戚 才肯离去 等送走了这些亲戚后 李凤兰一家 纷纷朝我头来掩刀 他们不满地破口大骂 你这个扫把星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儿啊 你怎么找了这么个泼妇 真是造孽 家门不幸啊 被父母训斥后 林光耀的脸色更难看了 眼神冰冷 语气更是带上了怒意 林希 你到底在发什么癫 快点给我爸妈道歉 你们还有脸让我道歉 这不都是你们自找的吗 我抱手冷哼 要不是你父母和你的这些亲戚 一再地欺负我 我会这样 要道歉 也是他们向我道歉 李凤兰和林光耀 他爸林建国一听 脸立马气成了猪肝色 你 你 你休想尽我们林家门 没错 就你这样的根本配不上我儿子 你这样的女人居然也姓林 还真是晦气 彼此彼此 我也觉得很晦气呢 居然和下头妈宝男同性 之前我还因为我和林光耀都姓林感到高兴 在我看来我们就是天作之和 是命定的缘分 现在我只觉得恶心下头 这种人也配合我同性 简直就是灵性的耻辱 我冷笑地看着他们 一字一句回怼 还有 你们能不能别这么自作多情 真当你儿子是快宝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男人遍地时 就你们家这破门 我躲都来不及 被我这么怒对 李凤兰火冒三丈 对着我就是破口大骂 你个死丫头 就你这样的 谁敢要你 你还有脸说我儿子 我儿子这么优秀 最近更是当了主管 要找什么样都没有 让你做饭是给你表现的机会 你别给脸不要脸 李凤兰还在疯狂输出 我在心里默默翻了个白眼 懒得再搭理他 拿起手机就给司机打了个电话 顺便发了定位 陈叔 麻烦您来这里接我一下 我要离开这个破地方 很快 陈叔开着黑色的麦巴赫 停在了林光耀他们家门口 看到麦巴赫后 林光耀一家顿时安静 就这么直直地愣在原地 眼里闪烁着贪婪的金光 林总 陈叔恭敬地喊了一声 朝我所在的方向大步走来 我刚要开口回应 林光耀却抢先开口 哎呀 这不是林董的司机陈叔吗 你也太客气了 我现在还只是个总监 当不得林总这个称呼 您可太抬举我了 林光耀虽然表面谦虚 语气里却充满了得意 什么意思 他以为陈叔是在喊他 我这才反应过来 林光耀也姓林 并且就在我家的林氏集团工作 他的工作还是当初 我找我爸开后门 让他进去的 前不久他能升职 也是脱了我的关系 可他并不知道这些 还以为是自己的实力呢 至于陈叔 之前都是负责接送我爸的 林光耀有印象也不奇怪 正当我在心里默默翻白眼 吐槽林光耀毫无自知之明的时候 他却主动凑到了我身边 满脸得意地开口 灵溪 你看到了吧 生了之后 连陈叔都要给我三分薄面 你又有什么可闹的 现在和我闹掰对你来说 可没有任何好处 这样吧 只要你向我爸妈道歉 我还是愿意给你后悔的机会 不然吃亏的只会是你 听林光耀这么说 陈叔的脸色变得难看了起来 我说的不是 话还没说完 我就冲他摇头 眼色示意他 先别说出来 我倒要看看 林光耀能猖狂到什么地步 陈叔会议地点点头 瞬间闭嘴 没有再戳穿林光耀 陈叔的不反驳 在林光耀一家看来 那就是默认 是肯定 李凤兰和林建国健壮 眼睛一亮 当场笑成了花 对着林光耀 就是一顿夸耀 哎呦 儿子这是出息了呀 没想到都当上林总了 光耀啊 你确实是光宗耀祖了 真给我们长脸 夸林光耀的同时 他们还不忘贬低我两句 哼 某些人这是有眼无珠 可惜啊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就是我们光耀值得更好的 某些死丫头根本就不配 错过我们是他的损失 贬低完我之后 李凤兰的眼睛滴溜溜地打转 又开始算计了起来 他冷笑道 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只要你能答应以下几个条件 我们还是愿意再考虑一下的 还没等我开口拒绝 李凤兰已经开始侃侃而谈了 第一 你得自山巴掌向我们认错道歉 并且赔偿今天造成的所有损失 第二 日后进门 你得家务全包 饭菜全做 做好一个媳妇的本分 第三 婚前我儿子的财产 要进行财产公证 婚房得写我儿子的名字 房贷你俩杯 第四 以后你的工资卡 得交给我来保管 用于补贴家用 李凤兰叙叙叙叙叙说了一大堆苛刻的条件 还美其名曰是他们的林府家规 是好媳妇准则 我听得心中一阵冷笑 呵 什么好媳妇准则 不过是算计吸我写的不平等条约罢了 我要真答应了我才是脑抽呢 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懒得搭理 见我没说话 李凤兰 以为我好拿捏 更加地变本加厉 还有 林家媳妇 不仅要貌美如花 更要伺候公婆 服侍丈夫 赚钱养家 最终 陈叔听不下去了 怒对出声 真好意思 也不看看自己几经几两 李凤兰一听 不乐意了 我们怎么了 我们可是有个林总儿子 本来就是林熙高攀了 一提起林光耀 李凤兰眼里是止不住地得意 要不说 你们不要脸呢 谁说我是叫你儿子了 自作多情 陈叔此话一出 立马吸引了林光耀一家的目光 林光耀更是自恋剥头发 怎么可能 你不是叫我还能叫谁 难不成还能是林熙 呵 不然 下一秒 陈叔来到了我身旁 一字一顿道 睁大你们的狗眼 好好看清楚了 你们面前 这位正是林氏集团的千金 林熙 神 什么 林氏千金 林光耀一家 纷纷瞪圆了眼睛 很是难以置信 李凤兰更是疯狂摇头 否认这个事实 不 不可能 这死丫头 怎么可能是林氏千金 你肯定和她是一伙的 就是来故意骗我们的 骂完陈叔 李凤兰开始把矛头转向我 林熙 你以为耍这种手段我就会高看你 同意你进门吗 只要你不答应我前面的条件 门都没有 林光耀也是满脸不信 不悦开口 林熙 你什么意思 我好心带你回家做客 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无理取闹 丢我面子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明明你之前很善解人意的 之前眼瞎 听我这么说 林光耀的脸更黑了 语气愤怒 林熙 你非要和我过不去吗 搞笑 到底是谁和谁过不去 我看着他 勾唇冷笑 则 没想到你还有这种要求 满足你 他都这么说了 我要是不做点什么 岂不是对不起他的污蔑 这么想着 我直接给我爸打了个电话 爸 把公司里的林光耀开了吧 林熙 你 林光耀没想到 我真的会这么做 他愤怒地瞪着我 刚准备过来抢我的手机 就收到了我爸打来的电话 林光耀 你被吵了 林光耀一听 瞬间实话 整个人僵在原地 好半天 他们一家 才意识到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不仅是真的临时千金 更是真的让我爸 把林光耀开除了 这下他们是真的信了 再次面对我时 林光耀一家瞬间变脸 一个个对我 那叫一个讨好产妹 林光耀直接当着我的面 扇了自己一巴掌 西西 你听我解释 都是误会 都怪我这张嘴笨 不会说话 惹你生气了 但你知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的 西西 你能不能和叔叔说一下 让他别开除我了 林建国也在一旁帮腔道 是啊 西西 我们前面那都是开玩笑的 为的就是考验你够不够格 当我们林家媳妇 现在看来 你很够格 恭喜你 你已经通过考验了 李凤兰转变最大 前一秒还 对我凶神恶煞 恨不得将我抽筋扒皮 后一秒直接笑咪咪地 安抚我坐下 语气温柔地 可以夹死苍蝇 饿了吧 西西 你看你忙活这么久 都没吃上饭 可把妈心疼坏了 好媳妇 你等着 妈这就给你做饭去 看着他们讨好的样子 我只觉得一阵作呕 这副贤贫爱妇的作态 可真让人恶心 我躲开了他们的靠近 冷冷道 没必要 因为我和林光耀 已经分手了 从今以后再无瓜葛 林光耀一听 顿时瞪大了双眼 不是 西西 我们什么时候分手的 现 在 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我已经绕过他们 坐上麦巴赫 头也不回地 潇洒离去了 就在我以为 自己不会再和这家人 有交集的时候 隔天下班回来 却看到他们 出现在了我家 你们怎么在这儿 我眼神冰冷 语气不悦 林光耀一听 立马苍蝇搓手地 迎了上来 西西 是这样的 昨天确实是 我们做得不对 我爸妈也觉得过意不去 所以我们是特意来给你赔罪的 但是敲了半天都没人开门 想着你不在 我爸妈又不好在外面吹风 我就输了密码 开门进来了 李凤兰和林建国 也立马应和 是啊是啊 西西你也别怪光耀 我们真是来给你道歉的 嘴上说着道歉 眼神却一直停留在我的房子上 啊 他们最好是来道歉的 说是来赔罪 却是两手空空 屁都不带 他们目标 怕是我的房子吧 不过这倒是提醒我了 昨天回来的匆忙 我都忘换密码了 这里之前 是我和林光耀的小家 他也知道密码 所以才会给他可趁之机 等一会儿把他们赶出去后 我的第一件事 就是改掉密码 见我没说话 林光耀一家人 已经开始自顾自地 上手乱摸我屋内的摆设了 他们每摸一个 都会不由赞叹出声 眼里更是迸发出兴奋的光芒 嘖嘖 看这花瓶 这质地 这花纹 一看就能卖好多钱 是啊 这房子可真好 没想到这么值钱 之前是我有眼无珠了 嘻嘻你放心 我以后肯定好好对你 哎呦 有嘻嘻这么一个 儿媳是我们林家上辈子 修来的福分 等以后啊 左边的房间 留给他们小两口当婚房 右边采光好的房间 咱们住 凤兰你说得对 到时候我们再发个朋友圈 肯定辈儿有面 看着他们满脸贪婪的样子 我心中翻了个白眼 毫不犹豫地打断了他们的幻想 你们到底是来干嘛的 当然是来认错的了 嘻嘻 我真的知错了 我不该那么对你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还有那天我们真的只是和你开个玩笑 没有恶意的 我懒得听林光耀放屁 当场戳穿道 你的意思是 你妈打我也是开玩笑 林光耀瞬间僵了脸 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倒是厚脸皮的李凤兰 直接挽过我的胳膊 一脸讨好 一家人没有隔夜愁 我们嬉戏大度肯定不会放心上的 是不是 呵 这是在道德绑架我 可惜面对他们这样的无耻之徒 我不想有道德 我嫌弃地甩了甩胳膊弄 冷漠回怼 不好意思 我小心眼 行了行了 你们赶紧从我家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们 我边说边把人往外赶 但是他们哪里肯 之前林光耀是不知道这套房子的价值 现在知道了 自然不肯离去 林光耀也学着李凤兰 整上了价值绑架那一套 希希 算我求你了 我们复合吧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你不能没有的不是我 而是我的钱和房子吧 不是的 希希你误会我了 我和你复合 一方面是真的喜欢你 另一方面也是想赚点钱 给我妈看病 我妈一直都有心脏病 平日里就靠着我的工资治病 现在我被开了 一时间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我妈的病情也是越来越严重了 她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 我俩能和好 你能不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帮忙 林光耀刚一说完 我立马不客气地对了回去 我凭什么帮你 你好手好脚的 真需要钱可以去搬砖 实在不行还可以去乞讨 我是不可能给你吸血的 至于你妈的病情 那也是你自己的事 我没有义务帮你 我们的情分在那天就已经彻底断了 行了 你们赶紧走 别逼我动手 见我软硬不吃 李凤兰直接垮了脸 当场坐到了地上 开始耍起了无赖 不行 我不走 这房子也有我儿子的一部分 你凭什么赶我走 呵 想让我屈服 可惜我不吃这一套 我越过李凤兰 直接从柜子里拿出了一本房产证 甩到了他们面前 就凭这个 为了怕他们看不清 我特地翻到了户主那一页 上面赫然写着两个大字 灵溪 看清楚了吗 这房子和你儿子屁关系都没有 赶紧滚 看到房产证后 李凤兰身体一颤 却没有丝毫要离开的意思 那又怎样 等你们结婚了 这房子迟早是我儿子的 不只是这房子 以后你的公司也会归我儿子管 只有男人才能掌握大权 你 我没想到 李凤兰居然会无耻到这种地步 不仅赖在我家不走 还妄图消想我的财产 见我被气到 李凤兰更得意了 语气也是强硬了不少 反正今天我就待这儿不走了 你能拿我咋地 我告诉你 我可是有心脏病的 真要弄出 好歹了你也讨不了好 我胸中顿时怒气翻涌 拳头钻得咯咯作响 李凤兰这是明目张胆地威胁我呀 不过他真以为我没法治他吗 我掏出手机 反手就是一通报警 直接把警察叫上了门 警察叔叔就是这些人 私闯民宅还赖着不走 当着警察的面 我把林光耀一家狠狠控诉了一遍 你们一家私闯民宅 这可是要流荡的 警察面前他们瞬间怂了 根本不敢放肆 李凤兰也是陪着笑脸解释 哎呀都是误会 我们没有私闯民宅呀 西西是我儿子对象 他们小两口吵架呢 警察叔叔 我们早就分手了 我一点不给面子 最终林光耀一家不情不愿地 被警察强行赶了出去 我没有忽略他们一家 被赶出去前眼底划过的那一抹阴痕 经过这件事后 林光耀一家没敢再来骚扰我 我难得清静了一段时间 就在我以为他们不会再作妖的时候 我妈给我打来了电话 闺女啊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妈怎么了 一提到这个我妈就来气 也不知道谁这么缺德 居然把你挂上了热搜 啊我一脸疑惑 什么热搜 我怎么不知道 而且上热搜不是好事吗 对我和公司来说都是一次免费的宣传 为什么我妈这么生气 但是在看到我妈发来的微博链接后 我瞬间沉默了 我算是知道我妈为什么愤怒了 因为我被挂的是黑热搜 警号京 男友带女友回家做客 女友没吃到好菜 怒批饭桌 更是以全压人报复男友全家 警号 警号公主并女友 就是临时千金 灵溪 警号 微博上铺天盖地 全是关于我的黑热搜 下面还有一段视频 这是林光耀一家特意找的记者 给我拍的道歉视频 镜头里 他们纷纷下跪道歉 更是哭得稀里哗啦 哭得最凶的就是林光耀 对不起 希希 是我对不起你 我应该考虑到你的口味 提前做好你爱吃的菜 我知道你生我气了 所以你怎么对我都没关系 就算你拎菜刀披了饭桌 就算你让你爸开除我 就算我们上门 赔礼道歉 你报警把我们赶出来 我都不会怪你 只求你能原谅我的照顾不周 能接受我的道歉 顺便再给我一次机会 林光耀说的那叫一个真诚 看似是在道歉 实际上每句话都在抹黑指责我 正因为他这个视频 我在微博上的热度居高不下 一点开评论区 全是对我的谩骂 这是什么公主病小仙女啊 人家男友对他这么好 男友一家照顾也很周到 他就因为饭菜不合 胃口披桌子 还公然报复 白眼狼一个 就是就算他真有公主命 也不能这样欺压别人吧 不仅斤斤计较 还以全压人 没想到临时千金是这种人 狠狠下头了 粗鄙 野蛮 忘恩负义 这哪里是临时千金 这是骂街的泼妇吧 舆论发酵迅猛 很快所有人都知道我的黑料了 尽管这个黑料是无中生有的 但是公司的对家 却不肯放过这个落井下石的机会 他们抓着我的黑料不放 甚至还大肆宣传 帮着抹黑我的形象 因为我的个人形象受损 连带着公司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不仅股票猛跌 还损失了许多合作 就在这时 林光耀给我打来了电话 语气很是得意挑衅 林大小街 被网爆的滋味如何 不好受吧 听说你们公司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股票都快跌到谷底了 泽泽 真惨啊 这样 我也不是赶尽杀绝的人 毕竟我们之前也是恩爱了三年 只要你同意和我复合 并且提拔我作为你们公司总经理 再送我们一套房 我就撤下热搜帮你澄清 怎么样 他这哪里是谈条件 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的威胁 你做梦 说完 我果断挂断了电话 同时保存了通话记录 被我挂断电话后 林光耀怀恨在心 越发疯狂地 对我展开了抱负 他不仅天天发微博造谣我 还专门开了个直播 他在里面树立了自己的受害者人设 靠着抹黑我疯狂洽流量捞钱 可谓是一石二鸟 我爸得之后气得就要对他出手 这死鳖三敢这么欺负你 闺女你等着 爸这就找人办了他 我爸财大气粗 有权有势 要办掉林光耀 确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我却开口阻止了我爸 轻易地办掉他 也太便宜他了 杀人诛心 才叫真正的折磨 爸 这是交给我 再让他得意几天 爬得越高 才能摔得越惨 放心 他很快就要笑不出来了 在林光耀靠着抹黑我疯狂捞钱的时候 我在不断地搜集证据 这天 林光耀照常直播 在里面疯狂造谣 说我多么地过分无情 他这么一说 网友们纷纷打赏 刷屏谩骂 就在舆论到达顶峰的时候 我发了一条置顶弹幕 在骂我钱 不妨先看看这个 下一秒 我把这些天收集好的证据 全都打包发了出去 这里面有林光耀 威胁我的通话录音 还有那天 他们一家找上门撒坡的监控视频 我在家里装监控 是因为我养猫 我得时刻掌握猫咪的动向 甚至 我还找到了林光耀的亲戚 给了他们一笔钱 让他们将我做客那天的情况 一五一时地复述了出来 证据一甩出 直播间瞬间安静如机 很快 林光耀反应了过来 想去关直播 但已经来不及了 直播间已经被网友重新被刷屏 恶平铺天盖地地袭来 但是这一次 骂的不是我 而是林光耀 搞了半天 不是小仙女 而是下头男 哦哦哦 他怎么有脸的 这男友一家都是奇葩 哪有让客人下厨做饭的 就是 而且不仅让客人做饭 还不让客人上桌吃饭 甚至还说什么女人不配上桌 这都什么年代了 怎么还有人裹小脑啊 我觉得女友已经很善良了 这要是我 批的怕不是桌子 而是人 把这些奇葩都杀了 好恶心 不仅造谣 还搞威胁 这种男的 为什么会存在啊 乳腺增生了 快把他抓起来 网友之前 骂我骂得有多狠 现在舆论反噬 给林光耀的 就有多猛 为了发泄愤怒 网友不仅骂林光耀 还连带着他家人一起骂 有不少网友人 漏了他们的基本信息 骚扰电话 骚扰短信 连番上阵 还有网友天天 给他们寄恐怖包裹 和装着死老鼠尸体的快递 甚至他们走在路上 都能被网友扔臭鸡蛋 泼粪水 被折磨的 那叫一个痛苦不堪 几天后 林光耀给我打来了电话 林熙 你能不能帮帮我们 就说你之前发的那些 都是假的 或者 你和网友们说一下 说你原谅我们了 让他们别再来 打扰我们的生活了 我爸妈身子不好 经不起折腾 再这样下去 我们真的会死的 不帮 我可不是圣母 想也没想 我直接拒绝 就在我要挂断电话的时候 电话那头传来了 林光耀的怒吼 林熙 你这是要逼死我们 那你们当初 又何尝不是要逼死我呢 林熙 你不得好死 你 没等他狗废完 我已经挂断了电话 这之后 林光耀一家的名声 是彻底臭了 据说他们声名狼藉后 成了过街老鼠 被亲戚疯狂孤立排挤 林建国和李凤兰彻底射死 疯狂遭人唾弃 吓得根本不敢出门 而林光耀 则是因为射死找不到工作 后来他索性百烂 直接躺在家里啃老 更是因此染上了王堵 一上头 把整个林家都堵光了 不仅堵输了房子 更是堵掉了他父母的养老金 这之后 败光家产的林光耀一家 只能被迫流落街头 沿街乞讨 得知他们的惨状后 我勾起了唇角 自作孽不可活呀 从这以后 林光耀都没有再来打扰我 可是我却始终保持警惕 小心提防着他 就他这个尿性 吃了这么大的亏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但就算我千房万房 还是没能防住他们的阴招 这天 我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 刚走到屋里 就发现屋内的东西 被人碰过了 我心中一咯噔 有人进来过 正准备上前查看情况 一双手突然从背后袭来 死死捂住了我的口鼻 我就这么两眼一黑 昏死了过去 再次醒来 我惊讶地发现自己 被人绑在一个破旧的茅草屋里 终于醒了 顺着声音望去 我猛地一震 是你们 面前这群蓬头垢面 衣衫蓝绿的乞丐 正是林光耀一家 是他们把我绑架到这里来的 该死都怪我太过大意 竟然给了他们可趁之机 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 偷溜进我的房间埋伏的 见我冷眼瞪着他们 李凤兰直接抬脚 狠狠踹了我一脚 你个死丫头 还敢瞪我们 在瞪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信不信 林光耀也是上前一步 狠狠捏住了我的下额 力气大的仿佛要把它捏碎 灵溪 都是你 你个贱货 毁了我们一家的好生活 要不是你 我们不会流落街头 更不会沿街乞讨 我们会变成这样 都是你害的 我听着想笑 呸 明明是你们自己贪心 肖想本就不属于你们的东西 你们会这样 都是你们自己自作自受 怨不了任何人 听我这么说 林光耀怒不可遏 抬手狠狠甩了我一巴掌 你放屁 当初你要是乖乖 和我复合 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是你非要把事情闹大的 复合 我凭什么和你复合 好让你们一家扒着吸血吗 林溪 你变了 你之前明明对我那么好 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呢 我都习惯了你的好 你却要把对我的好收回 凭什么 我不允许 林光耀的声音变得阴冷 神色也是偏执而疯狂 林溪 念在我们之前在一起过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同意和我复合 并且把名下的财产和房子都过户给我 再把你家公司一半的股份给我 我就放过你 不然 别怪我不客气 为了威胁我 林光耀还从身后 掏出了一把明晃晃的水果刀 冰冷的刀尖紧贴着我的皮肤 我瞬间 惊起了一身冷汗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她将我的反应尽收眼底 嘴角的笑意更浓了 你还是快些决定吧 一会儿弄伤你可就不好了 给钱 还是给命 我的嘴一张一合 却没有声音 你说什么 林光耀为了听清我的话 凑到了我嘴边 我说 你想得美 还有 你真的好蠢 明明有那么多对付我的方法 你却偏偏选择了 最自取灭亡的一种 什么 林光耀还没反应过来 我已经把她的耳朵 用力咬了下来 鲜血飞溅 林光耀一脚把我踹开 捂着受伤的耳朵 怒不可遏地瞪着我 双眼喷火 灵溪 你 你这是找死 说完 林光耀抄起水果刀 就要朝我刺来 在这千军一发至极 陈叔带着一群警察 破门而入 一脚踢飞林光耀的水果刀 反折她的手脚 顺利将其制服 陈叔红着眼给我松绑 担心不已 小姐 您可真是吓死我了 还好我们时刻潜伏着 万一出了什么事 我怎么和林董交代啊 我勾唇一笑 安慰地拍了拍陈叔的肩 放心陈叔 我自有分寸 而且不已身入耳 怎么给他们致命一击呢 现在好了 人赃并获 他们是百口莫辩了 看着我们的互动 林光耀似乎明白了什么 整个人立马暴怒起来 什么 你们是一伙的 不然呢 你真以为我那么蠢 一点防备都没有 任由你绑到这里威胁 我看着林光耀 冷笑道 从你给我打电话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 你肯定不会放过我 所以早就在身上 装了定位器 并且这段时间 一直让警察 派人暗中保护我 以防我遭遇不测 没想到你还真对我下手了 这不 派上用场了 听我这么说 林光耀瞬间暴怒 气急败坏地嘶吼 啊 林希 你个贱货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 你不得好死 他还想再说什么 警察已经把他压下去了 好啊 原来都是你这个死丫头 搞的鬼 敢害我儿子 你找死 得知真相的李凤兰和林建国 也是双眼喷火 张牙舞爪地向我扑来 但还没碰到我 就被警察强行带了下去 而我则是配合警察做了笔录 最终 证据确凿 林光耀一家三口恕罪并罚 通通坐牢 在牢里迎来了团聚 据说因为他们的奇葩性格 在牢里得罪了不少人 经常遭到那些人的欺负 不仅成为了狗腿子 天天被人使唤 被迫端使喝尿 更是沦为了别人的出气包 有一次林光耀实在是受不了了 还手打了对方一下 结果直接遭到了对方的一顿毒打 他的左腿当场被打断 而他爸为了保护他 则是被人打飞了一颗眼球 李凤兰得之后哭着喊着 要和对方拼命 结果也被打断了一条腿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 恶人自有恶人魔吧 不过我并不同情他们 因为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 往后的日子 就让他们在阴暗潮湿的牢里 扭曲爬行 自生自灭 至于我 摆脱了渣男林光耀 和他的奇葩家人后 心情是前所未有的放松 从此 我的人生不再有黑暗 只剩下光明美好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婚礼现场 徐安的秘书将我们的照片 替换成他们的合照 我沦为全场笑柄 徐安却护住他 他只是开个玩笑 我给过他三次机会 这是最后一次 我笑笑 行 婚不结了 我跟徐安从初中开始认识 到现在十三年了 交往的第七年 他终于向我求婚 浪漫的夜晚 烟花在天边绽放 美得让人沉醉 徐安单膝跪地 烟花为他俊美的脸 度上柔和微光 春灰 我可以成为你的家人吗 我气不成声 他的这句话 我等了整整七年 因此 我对一个月后的婚礼十分看重 专门请半个月的年假跟流程 精心布置一场 我梦中的婚礼 然而 婚礼那天 大屏幕播放的 不是我花了三个晚上剪辑的视频 而是他跟他的秘书 给予的一张张合照 雪山滑雪 海上冲浪 悬崖蹦极 他们一起征服一项项极限运动 任谁不得说一句般配 我没有家人 朋友也不多 宾客大部分都是徐安的亲朋好友 不知道谁率先问了一句 什么情况 那女的好像不是新娘吧 这一句话 瞬间如投石入缸 激起极大的讨论声 他们的好奇 八卦 讽刺的眼神 一道道朝我射来 我穿着婚纱 茫然地站在大屏幕前 搜寻徐安的踪迹 她跟吉宇站在一起 脸上有惊讶 对上我的视线 她下意识挡在她前面 我正住了 这一刻 心里有什么东西 默默腐烂了 我跟徐安是在初二时认识的 以她的家事 初中不该转来一个落后小镇的普通初中 相熟后 她跟我说是因为打架斗殴 被丢到镇上 让不愿意搬去大城市的姥姥看着 她最听姥姥话 徐安转来之前 我是没有朋友的 因为我叫周隐帝 我的任务是隐帝和照顾弟弟 初一 我跟新认识的同学约着周六去玩 我妈在街上碰到我们 大发雷霆 冲上来打我 她骂我同学天天带我去玩 把我心待野了 不知道好好在家照顾弟弟 同学被骂哭了 第二天这件事情传开 再也没有人愿意跟我做朋友 我一个人坐在教室角落 宛若长在墙角的霉班 不小心沾染上都会大难临头 因而人人选择避开 只有徐安 大大咧咧地将书包甩在我的桌子上 以后我坐这里了 同桌 请多多指教 徐安魂不吝 天不怕地不怕 整天一副天塌下来 她都顶得住得拽养 中考前夕 我郁郁寡欢 我知道这是我最后在学校的日子 我爸妈早商量好 一毕业就送我去熟人的厂子 打工给弟弟买房娶老婆 徐安以为我临近中考 压力大 变着法子逗我开心 同桌 你可是年级第一 是一中不是稳稳的 焦虑什么 一天 我实在没忍住 哭着跟他说 我读不了书了 徐安听了 沉默好半赏 然后拍拍我的脑袋 露出爽朗的笑 有我在 一定让你读上书 他求了他爸 发誓高中一定好好学习 以此换取我读书的自由 代价是给了周家父母五十万 拿到事业中的录取通知书后 我郑重地对他说 以后不管你做了多过分的事情 我都会原谅你 徐安不以为然 瞎说啥呢 哥对你正好 他高中也回了市里 在我们隔壁的国际高中 整天跑来找我 他朋友时常拿我们打去 我红着脸低下头 局促地不知道说什么 那次他送我回宿舍 突然问我 他们说的话 你咋想的 我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什么意思 他一下子炸了 抓耳挠腮 活像一只猴子 哥对你那么好 你说什么意思 我小声嘟囔 我也只对你好啊 什么 我害羞得不知道怎么办 快走几步 毕业后再说吧 徐安追上来 脸上带着傻笑 步伐轻快地追上我 你说的 不准对别人好 高考结束后 我们顺理成章地交往 哪怕他出国留学 也一有空 就往国内跑 四年下来 他攒下厚厚的一达机票 我大学设友说 我们让他们相信了爱情 大学毕业后 徐安回国 我们如普通情侣一般相处 三年里 我日日沉浸在幸福甜蜜中 直到吉宇出现 吉宇是徐安新招的秘书 我第一次知道 他是在某个徐安应酬回来的晚上 他喝得有点多 靠在他身上 吉宇长得很漂亮 娃娃脸 大眼睛 很亲切讨喜的长相 他笑嘻嘻地跟我打招呼 周小姐你好 徐总喝酒了 我送他回家 徐安很久没喝这么多了 我心疼极了 伸手去扶他 徐安闭着眼 推开我的手 看着玄空的手 我愣住了 吉宇在他耳边说一句 徐总 您到家了 徐安 这才懒洋洋地睁开眼 扑到我怀里 将头埋在我的肩颈上 黏黏呼呼地说 老婆 我陡然生起的奇怪感觉 被打散了 对吉宇说 谢谢你送他回来 我是徐总的秘书 这是我的职责 吉宇不好意思地说 对了 春晖姐姐 我刚入职 之前的秘书姐姐走得太急 徐总的很多习惯 我没问清楚 我可以加一下你的微信吗 以后有什么不知道的 问你一下 拜托 拜托 他双手合十 诚恳的模样 令人无法拒绝 我点头 跟他加了联系方式 我帮徐安简单擦拭 又换上睡衣 第二天 我刚煮好粥 他就醒了 从背后抱住我 窥探道 老婆 你真好 我不好意思地推开他 问起昨晚 你怎么喝这么多 徐安坐下 戴然道 吉宇不会喝酒 帮他挡了几杯 我承舟的动作 有一瞬间停滞 心里浮现出一个念头 既然他不会喝酒 那为什么带他去应酬呢 最后 我没有问 他工作的事情 我一向不过问 我相信他 不想为自己这点 微妙地猝意质问他 既与家我的微信 跟我有过几次沟通 比如徐安喝咖啡 放多少糖 食物有什么忌口之类的 十分正常的问话 更让我觉得 那天的怀疑无中生有 因此对他生出几分愧疚 回答问题尽心尽意 直到我生日那天发生的一件事 让我觉察到 徐安对给予的不一般 那晚他早早下班回来 我吹蜡烛的时候 他坐在我对面 表情带着点漫不经心 时不时低头看一下手机 我许愿结束后 他正醋眉 紧盯着手机 似乎遇到什么天大的难事 我忍不住说话 徐安 怎么了 是呀 徐安猛地站起来 一直随他的动作移动 刮蹭地板 发出刺耳的声音 他浑然不觉 抄起外套 急匆匆往外走 春灰 公司出了一点事 我过去看看 这么着急 肯定是很大的事吧 我的心提起来 抓住他的衣角 担心道 什么事啊 要我陪你去吗 不用 他头也不回地 推开我的手 直到门重重关上 他都没看我一眼 他走后 我一直坐在客厅 担心打扰到他 只偶尔发几条消息 询问解决了没有 精致的蛋糕渐渐融化 时针一点点转到十一 他都没有回复我消息 这么忙吗 我点开微信 想询问寄予公司发生了什么 不小心点进他的朋友圈 晚上九点 他发了一条 真倒霉 滑雪摔了个狗吃屎 附带一张他打着石膏 躺在病床上的照片 九点 是徐安急着离开的时间点 我的心跳忽然漏跳了一拍 胸口有些空 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 即将发生 这时 他的朋友圈更新了 照片露出男人的衣角 黑色西装 一眼看得出的好料子 搭在床檐的 静瘦的手腕上 戴着一块黑色手表 跟我手上的是一对 他在朋友圈控诉 说了不需要陪 还不肯走 回国也改变不了的倔脾气 我的脑袋好似挨了一棍 有点疼 有点茫然 他们在国外就认识吗 为什么徐安什么都不说 我点进聊天页面 想询问急语 却不小心拍了拍他 他立马发过来一条消息 对不起啊 春辉姐姐 我刚刚知道 今晚是你的生日 你一个人没事吧 放心 我现在就催徐总回去 没几分钟 他又发来一条 春辉姐姐 他不肯走呢 徐安第二天早上才回来 我在客厅坐了一夜 他推开门吓了一跳 怎么坐这里 我抬起头 露出满眼血丝 你昨晚去了哪里 徐安走过来蹲在我面前 我不是跟你说 公司有事吗 当然是去公司了 我轻声道 我加了给予的微信 徐安眉心一跳 淡定的表情渐渐瓦解 下一秒 他叹一口气 举起双手投降 用略带玩笑的口吻 试图轻飘飘 接过这件事 对不起老婆 我骗了你 我跟吉宇是大学同学 他在国外帮过我 现在他家人都在国外 昨晚骨折在医院 没人照顾 我寻思过去看看他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他陪笑道 我这不是怕你多想吗 他知道的 他什么都瞒着我 我才会多想 你招他当秘书 是因为他的能力 还是你们的同学情谊 后面四个字 我咬得格外重 当然是因为他的能力 我绝对没有半点私心 老婆 你相信我 他不知道 他说这话时 嘴角下意识抽了一下 我太了解他了 对他心虚的小动作 了如指掌 徐安跟我说过 三次有我在 我给他三次机会 无论他做了什么事情 我都会原谅他 所以我选择 假装看不见 他的心虚 让自己当一个瞎子 委屈地抱住他 昨晚是我的生日 你答应每年都陪我过的 以后不准丢下我 徐安脸上露出 轻松的笑容 遵命 然而他没有做到 半个月后 他再次把我丢下 我们现在住的是 他买在市中心的大平层 距离我们的公司不远 他刚回国时 强硬地接送过 我几次上下班 很快我们都受不了了 堵车太严重 我更喜欢我的电动车 十五分钟直打 生日那晚的事情发生后 他不知道是不是想弥补我 自告奋勇来接我下班 我没有拒绝 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 修补那层看不见的隔阂 他坚持了半个月 那天下午 他告诉我晚上有应酬 没有办法来接我 收到这条消息 我居然松了一口气 就算下了雨 我得穿着雨衣骑车 也好过我们在狭窄的车内 心照不宣的沉默 他的弥补让我很不自在 被对不起才会得到弥补 我不想他时时刻刻提醒 在我与别人之间 他丢下过我 那天下班 上司突然叫住我 他是一个月前调过来的 比起上一任领导的幽默风趣 他显得内敛沉稳许多 我们曾偷偷数过 他一个月笑的次数不超过十次 笑得最开心那天 是运营终于将下午茶 从咖啡换成奶茶 我们公司没有加班的习惯 我担心他从上家公司 带来了坏习惯 没想到他开口却是 这段时间是你男朋友来接你吗 我不喜欢跟同事谈私事 更别说还是顶头上司 我委婉地说 这应该对我的工作 没有什么影响 裴家言点点头 随之调转手机 给我展示一张照片 确实 不过巧的是 我是徐安的学长 还跟他们一起划过雪 照片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我眼前 我一眼看到 上面举止亲密的男女 他们穿着同色系的滑雪服 徐安将给予拥入怀中 脸上带着爽朗的笑 是他少年时惯有的义气风发 两人无论怎么看 都宛若一对甜蜜的情侣 那我是什么 笑话吗 巨大的悲伤朝我涌来 我一时无法呼吸 紧紧攥着照片 身体不住地颤抖 落地窗外 天阴沉沉沉地压下来 压得我的腰都弯了 原来他们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曾经那么亲密 这让我这段时间的自欺欺人 装聋作哑 显得那么可笑 裴家言略带怜悯的眼神落在我身上 他们大二的时候 关系挺好的 我一直听说徐安在国内有女朋友 没想到是你 我声音沙哑 为什么跟我说 他明明可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我见到过 知道朋友劈腿 却装聋作哑 自动形成男性联盟的人 为什么不能说 他藏在镜片后面的黑眸闪过不解 我提醒过徐安 这样做是不对的 见我不说话 他有些懊恼 没心微醋 我是不是不该跟你说 不是 我很感谢你 可以把照片发给我吗 他手指一动 照片发了过来 头也不抬地补充一句 别让这些影响工作 等徐安回来的时间 我回想大学四年 他有没有露出过分心的蛛丝马迹 答案是有 但我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过 我全心全意地信任他 刚出国 他拿着我的课表 见缝插针地给我打电话 芝麻大点的事情 他都能讲出话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我们讲的话越来越少 他回国找我 我们面面相去 凑不出一个小时能聊的话题 当时我很焦虑 反思是不是经历的事情天差地别 我们渐渐没了共同话题 这样我们能走下去吗 我讲出我的担忧 徐安安慰我 能跟我安静地坐在一起 已经是最大的幸福 可我偶尔半夜醒来 能看到他对着手机 笑得很开心 甚至有一次他的学校发生枪击案 我上早课时贴到手机推送 吓得从后面溜去走廊 给他打电话 那边晚上九点左右 徐安没接电话 他是不是出事了 我被自己幻想出来的场景 吓得蜷缩在角落哭 一遍遍地打 同时在搜如何快速办理签证 一个小时后 他终于接通 声音沙哑 说自己睡着了 他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怕我担心 就没跟我说 挂断电话后 我心声怅然 一开始 他做饭把邮件到手上 都跟我打电话 续到半个小时 从什么时候起 我不是他分享一切的人了呢 我更没有去想 背景的水声 是不是意味着什么 徐安半夜才推开门 我们的视线队上 他似乎觉察出什么 竟然下意识想后退 这一举动刺痛我的眼睛 他也明白 这一举动有多古怪 敏敏纯 故作无事 怎么这么晚还没睡 你今天带谁去应酬了 徐安愤愤道 你又胡思乱想 是我想多了 还是你心虚了 我把打印出来的照片 放在桌子上 他眉毛一条 抢过照片 你怎么会有 我想笑 又笑不出来 那那问 这重要吗 他第一反应是质问 而不是解释 徐安摸摸鼻子 一张合照 你搞得那么严肃干嘛 如果我在大学的时候 这么搂着一个男生合照 你 他根本不等我的话说完 黑着脸立声打断 不可能 他的胸口剧烈起伏 只是说一说 他就这么生气 双标到极致 你很介意我这样 那你为什么做呢 还是说 你当时是在跟他交往 徐安气急败坏 你胡说什么 就一张照片 至于吗 前一天发生枪击案 我们压力很大 是他安慰我 还拉着我一起滑雪 合照的人多 我跟他比较熟 挤了一个位置而已 你压力大 可以和我说 他毫不犹豫地反驳 和你说 有什么用 你还能来看我吗 你永远在忙 忙你的学习 忙你的工作 忙着赚那点钱 我在你心里排地几 跟你说 你在乎吗 我震惊地看着他 不敢相信 这话会从他口中说出来 我以为他知道的 我在为了和他的未来而努力 我不是他 我没有任何退路 我一刻不敢停地往前走 我永远是图书馆第一个来 最后一个走 所有的课余时间都被兼职充斥 我要还清他爸给我父母的五十万 堂堂正正地站在他身边 上一年 我把五十万郑重地交给他时 他收了 我以为他明白 我是在重塑我的自尊 徐安看到我的泪 愣住了 露出深深的懊恼 对不起 我推开他伸过来的手 心脏好像被一只手攥紧 疼得我喘不过气 在客厅的氛围激进凝固时 徐安的手机响了 他犹豫地看我一眼 还是拉开距离接通电话 我听到了电话中传来急语的声音 我腿好疼 徐安的背影僵了一瞬 我听到他回复 等我 他不能走 我捂着胸口 有气无力地说 徐安 我不舒服 如果他能回头看我一眼 肯定能看到我的脸有多白 可他没有 他连伞都没拿 摔门而出 我们都需要冷静一下 门杆关上 我疼得在坐在地 眼前阵阵发黑 我感受到死亡的临近 心中陡然升起极其强烈的危机感 我不能死 我拼尽全力才走出家庭的泥潭 有光鲜的学历 喜欢的工作 我不能死在这里 我爬过去拿起手机 拨打120 磕磕巴巴的报完地址 得到确定的回复 我泪流满面 躺在地上 给徐安打电话 接 求求你快接通 你不是说过 不会丢下我吗 我害怕一个人在医院 一痛又一痛 他没有接 我终于放弃了 高三 长期营养不良 加上学习压力大 我在升旗的时候 晕倒了 我妈到医院看了我一眼 第一句话是骂我 家里的衣服好几天没洗了 别装死偷懒 听到要交医药费 他趁医生不注意 偷偷跑了 徐安承担了我所有的医药费 他一边骂骂咧咧 一边把今天发的卷子 放在病床上 有我在 你什么都别担心 别怪老子说话难听 你爹妈真是畜生 生病还让我把诗卷 带过来给你 你是鸡血做的吗 那么能听 快吃 家里阿姨熬的鸡汤 嘎嘎补 不喝完 我翻脸给你看 他一天给我带三顿饭 把医院当家 天天往这里跑 出院那天 我比住院前胖了五斤 徐安很满意 捏捏我的脸 没辜负我通宵看的养猪大法 我感动的发誓 徐安 你以后住院了 我也天天给你带吃的 他陪我 别诅咒我 我感激徐安的照顾 知道他爸让他考雅思 他拖延症发作 不肯准备 我便抽出时间 陪他一起备考 三月 我们一起参加考试 我考了八分 他七分 超过他爸爸设立的目标 他激动地抱着我转圈圈 你真是我的福星啊 大学霸 被突然抱起 我吓得死死抱住他 徐安红着脸停下 也颤抖地抱住我 我们在树下抱了五分钟 谁都没说话 也不觉得难熬 美好历历在目 眼角有热泪流淌 一抹冰凉帮我擦拭 我睁开眼 已经在医院了 徐安眼眶通红 对不起春辉 我不知道 你是真的不舒服 我呆呆地说 我说了呀 我说我不舒服 他的眼泪立马下来 不断地说 对不起 从医院口中得知 我晕倒是因为 情绪波动过大后 徐安在医院照顾我一个星期 连工作都搬到我的病房 我对他的到来不欢迎 也不排斥 全然忽视 他恍若未觉 热衷热脸贴冷屁股 连护士都悄悄对我说 你男朋友对你真好 出院前一天 徐安坐在沙发上 忽然烦躁地推开 小山一般的文件 真烦 不想工作 这一瞬间 我耳边出现少年丢开试卷 冲我撒娇般的抱怨 小周 我不想刷提呀啊呀 我心一动 没反应过来 就叫了他的名字 徐安 徐安激动地跑到病床边 你跟我说话了 他抱着我 不停地忏悔 我该死 我不应该瞒着你 我跟吉宇真的只是朋友 我不喜欢他 我只喜欢你 你放心 我将他辞了 保证以后 再也不跟他有任何联系 我不应该质疑你对我的爱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最爱我呢 你原谅我好吗 他说着说着 哭了出来 爱我的模样 不似作假 一个人能同时爱两个人吗 他如照片上那样亲密地抱住他时 真的没有半点心动吗 我任由他死死抱住我 在他耳边小声说 这是第二次 什么第二次 没什么 我说 好 徐安捧着我的脸 眼里闪烁着细碎的光 春灰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没有人比你更重要 出院后第二天 他向我求婚 我答应了 奇怪的是 接过戒指的那一刻 再感到幸福之外 我竟然在好奇 他是真心求婚 还是出于愧疚和弥补 急于在婚礼上出现的时候 我想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 是持续不了太长时间的愧疚 我扯下头沙 一步步走向徐安 这是什么情况呢 徐安 他说想来看看我们的婚礼 我就给了他请帖 徐安嘴角微微抽了几下 还是选择站在我和急于之间 挡住我看向他的视线 别生气了春灰 他只是开个玩笑 婚礼继续好吗 急于怎么会知道我们结婚 无外乎徐安瞒着我 还在跟他联系 我没有难过 有的居然是终于来了的 解脱和轻松 我将比对了十几家婚纱店 才选中的头沙 放到徐安手上 笑了笑 继续啊 我正好把场地让给你们 急于眼底飞速划过得意 下一秒又泪眼婆娑 跟我欺负他一样 春灰姐姐 徐总说担心婚礼沉闷 所以我才放一点我们以前的照片 活跃气氛 他还可怜兮兮地补充一句 我不知道你会这么生气 春灰 徐安的脸发白 急于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你别拿结婚这么重要的事情开玩笑 我毫不留情地摆他一眼 你用你的猪脑子想一想 如果我在婚礼上放跟其他男人这么亲密的照片 用开玩笑解释 你愿意吗 做得出这种事情的人 不是脑残 就是犯贱 而你 我趁他们没注意 越过徐安 一把薅住急于的头发 脑残加犯贱 你知道我为婚礼准备了多久吗 贱人 啊 在急于刺耳的尖叫声中 我重重地挥了他一巴掌 徐安立马拉开我们 诧异道 春灰 你在做什么 在所有认识我的人看来 我脾气好到激进懦弱 别说打人 他都没见过我和别人吵架 其实是他们没能触及我的底线 我的心很大 能容忍很多很多别人的冒犯 他们都不重要 我的心也很小 住进去的人很少 现在又少了一个 我冷笑 你也是贱人 在他们震惊的视线中 我走到大屏幕前 摘下那枚订婚戒指 笑意盈盈 祝福我吧 我在今天恢复单身了 因为我的前卫婚夫 跟他的秘书搅和在一起 还搅黄了我的婚礼 这两人天生一对 让我们祝福他们 我鼓起掌 场上只有灵星的掌声 是我眼眶通红的摄友们 我朝他们笑笑 将戒指随手一丢 拎着裙摆往门口走 春灰 徐安着急忙慌地去捡 我不曾回头 每一步都走得十分坚定 坐上出租车时 司机大姐从后视镜 悄悄看了我一眼 递过来一包纸 姑娘 擦擦眼泪吧 为了渣男不值当 我这才发现我哭了 我一抹眼泪 我这是喜极而泣 四年前 我一点点 敲碎原生家庭的枷锁 从那天起 世上再无周隐地 只有周春灰 今天 我再一次离开 不好的亲密关系 过程不完美 但结果很好 徐安回来时 我正在收拾最后一点东西 房子里的东西 几乎都是徐安买的 我只带走我的衣服 他抓住我的行李箱 又蒙又气 你去哪里 今天的婚礼 你已经任性过了 现在是想离家出走吗 我平静地看着他 放开 离开着 你还能去哪里 不劳你操心 我租好房子了 他瞪大眼 什么时候 我生日的第二天 没有一点犹豫 在他抛下我 去医院彻夜照顾急雨后 我上午请假看房 中午签合同 下午回公司继续上班 我没有想过跟徐安说 或许是打从那天起 我内心深处就知道 总会有这一天的 徐安彻底蒙了 脸上浮现出受伤和不解 为什么 我扫尸这套住了三年的房子 每一处都很熟悉 温馨的客厅 干净的厨房 软棉的地毯 都清住了我的心血 记录过我们的幸福 这里不属于我 徐安脸色发青 无能狂怒般 狠狠捶了一把墙 就因为一个玩笑 你就要离开我 玩笑 在你第一反应时 护住他时 你就用完了最后一次机会 他不理解我的意思 他在留学的时候 就很喜欢开玩笑 只是想活跃气氛 这次确实过分了点 你要是不想再见到他 我拉黑他好不好 他迫切地拿着手机 点进急语的聊天页面 我扫到了 在徐安进屋子的前一秒 他们还在聊天 他意识到不好 硬着头皮将急语删除 又在我的眼皮底下 将他拉进黑名单 然后将手机呈给我 腰功一般 你看 真的删干净了 我没有接 只是摇摇头 跟我没有关系了 徐安 或许你没有理解 我在那场荒唐婚礼上 说的话 我在这郑中告诉你 我们分手了 很幸运 还没有领证 最后一句话 对他而言是绝杀 他憋红眼 抓住我行李箱的手 不想放开 春灰 这不是我们的家吗 你要丢下我一个人了 大学四年 我们距离那么远 都没分手 不是说过 要一直在一起吗 我不想再跟他拉拉扯扯 抓住他的手 用力拉开 还不小心拽掉了 他的手表 黑色手表落在地上 零件甩了出来 做个人吧 徐安 不要再三提醒我 你跟吉宇早就关系暧昧 我已经当过一次冤大头了 你恨我 我不恨你 只是我对你 没有任何期待了 我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 会再次丢下我 什么时候 会把我当成 你们共同的敌人 护住他 更重要的是 我就算想到以后 你会这样做 也没有一点难过 我勾起唇 讽刺道 你说 这意味着什么 他懂 这意味着 我不爱他了 我们真的结束了 他松开手 眼里有哀求 我花了半天时间 将出租屋收拾干净 第二天 我荣光焕发 投入工作中 给裴佳妍送文件时 他的视线 落到我空落落的钟指上 正了半赏 收回视线 他悠悠道 下个月有个外派的机会 我们部门有两个名额 我推荐了你 你可以回去考虑一下 外派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砸懵了 什么时候推荐的 下个星期 哦 他竟然冲我露出一抹笑 和蔼中透露着慈祥 出去把门带上 辛苦了 关上门 我仿佛在做梦 这是裴佳妍第一次对我笑 在我以为他要当一个 冷漠无情的老板时 前段时间 他第一次看到我终止的订婚戒指 一句话没说 直皱眉 眼里闪过遗憾和惋惜 仿佛在说 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想不开 打那天起 他就没笑过 我们偷偷称呼他为 不孝子 在我安定下来的生活里 徐安是唯一恶心的东西 他天天打来电话 我拉黑一个又一个 他不死心 又发小作文 我默示了几天后 他按捺不住了 手捧一大树鲜花 站在人来人往的工作楼下 迎着我过来 他高兴地朝我伸出手 春灰 手表修好了 这块手表是徐安身上最便宜的东西 我大姨用兼职的钱 要着雅买的最贵的生日礼物 他一戴就是七年 曾经有朋友笑他戴那么便宜的表 他立马沉下脸说 这是我上上下下最宝贵的东西 吓得那个朋友不敢再调侃 可也是他 带着我送的表 照顾了给予一夜 不知道那一夜 他有没有看过时间 想到过我在家等他 我撇了撇嘴 他跟我没有关系 你跟我也没有关系 我骑着我的小电瓶扬长而去 徐安喊着金汤勺出声 生活顺风顺水 估计碰过的几次弊都在我身上 我没想到他还不死心 竟然找了外援 给予的短信发过来时 我气笑了 他们哪来的脸 我还是赴约了 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见了我 给予委屈巴巴地说 徐安让我过来解释一下我们的关系 春辉姐姐 我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徐安是因为跟我是同学 才让我进的公司 现在我已经离职了 婚礼那天是我玩笑开得过分了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只要你愿意原谅我 原谅徐安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说着他抽气出声 美女落泪 徐安看了肯定得心疼死 不过我呀 没有那个心 真的吗 跪下也可以 急语顿住 好半天后 他大意凛然地说 只要你愿意原谅徐安 我愿意 周春辉 够了 你真的要这么咄咄逼人吗 徐安的声音 从急语放在桌面的手机传出来 对上寄语得意的眼神 我明白 算计我呢 我盘着手 是他说的什么都可以 我只是提个条件 你就急了 既然没有诚意 何必约我出来 急语面露嘲讽 语气却急迫 你们别为了我吵架了 我跪 我跪 然后他挂断电话 我嘖嘖称奇 急语得意洋洋地说 我赢了 徐安还是不舍得我 我倍感奇怪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抢一个 我不要的贱男人 从小到大 我比过学习 比过勤奋 比过学历 比过简历 就没有比拼过抢垃圾 急语脸一黑 你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我好笑 徐安不舍得你 为什么要让你离开公司 他反倒高兴上了 哦 徐安没有告诉你 他知道我喜欢服装设计 帮我开了一个工作室吗 我心里一凉 不怪他笑 面前做了个小丑 谁见谁笑 给予话语中满是高高在上的怜悯 而且你不会真以为我们只是朋友吧 你知道枪击案发生的那个晚上 你的电话打过来时 我们在做什么吗 做很快乐的事情哦 我让他不准接 他就真的不接了 当时你爸妈正好到你学校 赌你要钱 还计划绑架你吧 你还得感谢我呢 要不是我让徐安那么快乐 他也不会觉得对不起你 在陪我滑雪后 特意赶回去 正好救了你 他眨巴着眼 好可怜 你家人也不爱你 好恶心 怎么这么恶心 那是我大三的时候 也是那件事情发生后 我下定决心 拿着独立出来的户口本 将伴随我二十一年 不带一点祝福的名字 改成周春辉 春辉 春辉 我要做自己春天的太阳 徐安陪着我 鼓励我 支持我 原来 这些无条件的撑腰背后 是他背叛我的心虚 我双拳紧握 一直为李翻涌的恶心 你们好脏 他不以为然 比一道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 徐安在国外那么久 都是他回国找你 你去找过他吗 你知道他挂科压力大 知道他被种族歧视 知道他被抢劫 急语越说越生气 像是我做了什么 十恶不赦的事情 他遇到麻烦 都是我陪着他 你能做什么 你连一张飞机票 都不舍得买 你只会享受他的爱 我望向坐在角落 不知道听到了多少的徐安 你也是这么认为的 是吗 急语疑惑地顺着我的视线 看过去 脸灯实白了 徐安亮亮呛呛地走过来 身体发抖 他想说什么 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发自内心的不解 我只会享受你的爱 是这样吗 徐安 我真的没有为你做过什么吗 他弄不懂的专业课 我通宵看网课 帮他整理课程大纲 再一点点帮他捋 他遇到种族歧视 我不在他身边 便花了一个星期所有的空闲时间 搜罗海量资料 写了一篇如何正确应对 种族歧视的论文给他 他毕业论文久久没有思绪 使我一点点肯专业术语 帮他改框架 改宗述 我做的这些 在他看来 居然是只享受他的付出 我用极度陌生的眼神审视他 像第一次认识他 徐安 你好脏啊 你怎么配 我没有签证 没有坐过飞机 他去的地方 我只在书上见到过 刚一国恋时 我极度忐忑 他说 多远的距离 都淡不掉我对你的爱 徐安永远只喜欢周春辉 在出国的第三年 他的承诺就作废了 看来 承诺只在爱时有效 过时了就是狗屁 我冷笑 你们见男见女配一窝 内部消化就行 为什么拖累我 难道你说不喜欢一国恋 不喜欢我了 想跟我分手 我还会死皮赖脸缠着你 你还真是高顾自己 低估我了 你要是跟我说 你耐不住寂寞 跟这么个垃圾上床 我打车跑了 我甩下两人离开 多看两眼都怕爆炸 我当晚便跟裴家言 说我同意外派 一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成长机会 二来 徐安和急于把城市的空气 都弄污浊了 我出去透透气 我紧锣密鼓的申请签证时 从参加过那场婚礼的朋友口中 听说徐安和急于正闹得不可开交 徐安要寄予还他投进工作室的一百万 威胁起诉 急于哪来的钱 一哭二闹三上吊 按理说他家能供他留学 经济情况应该很好 朋友解答了我的疑问 急于留学 是他前男友出的钱 他前男友有钱 不缺那点 他们结婚前 前男友发现急于在大学时候 背着他跟徐安交往 立马断掉给急于的所有资助 还搞得他在国外找不到工作 急于又想到了徐安 朋友说 徐安傻 被急于骗了 我讽刺到 他是三岁小孩吗 你请我愿的是 真要打板子 急于充其量三十板 徐安七十板都不够解恨 装什么清纯无辜大男孩 我对他说 谢谢你 不过以后他们的事不用告诉我了 我不在乎 但几天后 我还是知道 徐安把急于告了 他还不上钱 成了老赖 几天后 我的签证终于下来 出国前 我接到徐安某个朋友的电话 他焦急道 嫂子 你快来医院吧 安哥酒精中毒在急救呢 他说跟我分手后 徐安喝酒跟喝水一样 我挂断电话 默念 不信谣 不传谣 第二天 徐安跟没事人一样 用朋友的手机给我打电话 小周 小周 我住院了 你不是说 会天天给我带吃的吗 我想吃你煮的粥 你煮的什么粥我都喜欢吃 你什么时候过来啊 我好想你 我以为睁开眼就能看到你 他絮絮叨叨 声音温和眷恋 我打断他的话 别装傻了徐安 过时的承诺是不作数的 他沉默好半赏 才哽咽地说 你不会原谅我了是吗 你毁了我对爱情的幻想 我叹了一口气 而且我要走了 广播中传出催促检票的提醒 徐安那边发出躁动 他喘气声很重 周春辉 你要去哪里 我哼了哼 乡八劳也要出国了 我挂断电话 将手机卡拆出来 走上飞机 我踏上人生新征途 刚落地时 我很忙 忙着适应环境 适应工作 半个月后 我熟悉了这里的工作节奏 恢复了跟国内同事的联系 经常分享八卦 那天 他跟我说 陪主管中午跟人打架 我一惊 谁呀 陪家言 打架 我完全不能把他跟打架联系起来 他每天上班 头发都梳得整整齐齐 外加运烫的 没有一丝褶皱的西装 遇到难解决的问题时 他会下意识醋眉 然后推一推那副细矿黑边眼镜 比起公司主管 他这副文质彬彬的模样 更像大学教授 这样的人 居然打架 反差太大了 同事倒抽一口凉气 你前男友 我大为震惊 啊 同事 他们好像认识 打起来的时候 我听你前男友 骂他翘墙脚 主管喊了一句 你配不上他 他缓了缓 语气里满是激动 和浓浓的八卦 那个他 是不是你啊 你疯了 同事那那道 也是 看不出来啊 哈哈 半夜 我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 裴家严为了我跟徐安打架 我打了个寒战 他单纯讨厌 徐安的可能性更大 徐安那么讨人厌 我在这边的分公司 一待就是两年 同一天 我收到回国的通知 和一封恭喜升职的邮件 回国后 我终于有了独属于自己的办公室 我妈撒着真皮沙发椅 心中产生了一个三年当总经理 五年升任CEO 迎娶高富帅的宏伟计划 有人敲门 打断我的豪情壮志 我咳嗽一声 装模作样地说 进来 新的部门经理推开门 罕见地露出笑容 好久不见 今天下午茶是奶茶 毕业后的第六年 我买了属于自己的二十一厅 走出寿楼处 我在门口看到一只翘着尾巴 扯着嗓子 叫得小奶猫 两个月大的模样 身上气气的浅黄色的毛紧紧贴在皮肤上 又瘦又小 我看着心疼 用纸巾帮她擦干身体 又陪她等了两个小时 她妈妈还是没有来 我朝她伸出手 轻声道 你要跟我回家吗 奇迹发生了 她一边叫 一边朝我爬来 尾巴翘得老高 叫声又尖又细 然后趴在我的鞋上 挽我的鞋带 小小的脑袋晃啊晃 我的心顿时软成一滩水 用衣服裹住她 将她抱起 摸摸她小小的鼻子 你没有妈妈爸爸 正好 我也没有 以后 我们做伴吧